说到明朝最惨的角色 你首先想到的肯定是雪豹或者卡卡罗 其实这俩角色都不是 而是谁呢 是纪炎 巨怪能力优秀 对决能力优秀 对单能力也优秀 操作简单 触发谈反机制下案都可以 就这样一个近乎于完美的角色 从开服被骂到现在 就因为他是开服第一个up角色 而且他是男的 男的就男的吧 但是因为一些文案的失误 造成了纪炎在开服阶段 受到了将近百万人的唾弃 随着时间的推进 以及新角色的登场 部分玩家发现 纪炎的能力相比新角色 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深渊里面应对各种环境 尤其是现在有分散小怪的 深渊最高层 纪炎的优势被无限的放大 你要问我 推荐抽不抽纪炎 那就看你自己咯 目前明朝中所有的玩法 四星角色全部都可以打通 这游戏啊 还是那句话 XP之上